记者陈以嘉台北报导 有网友在PTT爆料 已无敌铁金刚引射华航空服员 明明执勤飞往澳洲 却趁外站停留时间 私下飞往纽西兰游玩 因没有观光签证 返回澳洲时卡关才曝光 华航表示将严惩 华航今天证实 日前三名空服员执勤 CI-057航班 从台北进澳洲墨尔本到纽西兰基督城 飞抵墨尔本后 2月6日趁在当地停留时间 此次前往纽西兰奥克兰旅游 但返回墨尔本时 因没有旅游签证 海关第一时间不放行 无法及时赶上知情航班 机上人力一下少了三人 华航表示 机组员均持GD工作识别证进出海关 但当天海关叫严格 拒绝三名组员入境墨尔本 最后华航出具证明让三名组员通关 不过航班机组员人力充裕 经紧急调派人员按表定时间起飞 并无影响旅客 但华航强调 但华航强调根据工作准则 机组员不得善离职守 空服员与外战期间 应遵守三官规范 华航将严加惩处 而针对三名组员违规事实 也将加强全体空服员纪律 避免泪案再度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